爵士强龙 第2337章 石破天惊 五镜中的发言很炸裂 与他之前在大众面前的形象完全不符 以前的他温和而又沉默 但今天的他却显得锋芒毕露 把矛头指向了一个方向 赵玄黄的眼神变得淋漓了起来 他也没有想到 在直播开始后 五镜中会以这样的开场白来作为总结 副派一方则是不由感觉到惊喜 一个个先是面面相去 然后笑逐颜开 他们也没想到 一直担心的五镜中 不是来霍悉霓的 也并不针对他们 贾大控的东西 我不想说太多 我只说一句话 政府是服务于人民的 你们那税上来 是要得到更好的服务 而不是让人来管你们的 我想 没人会这么见吧 拿钱给别人来管着自己 呵呵 说完这话之后 五镜中潇洒地挥了挥手 慢条思理地走下台去 不单单是现场的大佬们 一个个被震惊了 所有观看直播的人 都是感觉到了一种震撼 没想到五镜中 会说出这样的一番话来 而且说得如此之直白 五镜中也是完全不给别人反应的机会 说的话简短而明朗 短短两三句就搞定了 哪怕是想掐断直播都来不及 傅风云不由狠狠吐出一口啄气来 他没有去大会现场 但也关注着那边的情况 没想到 五镜中居然是我被中人 也是 他虽然愿意求吻 但心中也有怨气 傅风云心中暗想 哎呦喂 这老五还真他娘的是个人才 这话说得真是妙啊 其老爷子也在电视前嘖嘖称叹 阴阳怪气的本领 跟傅风云都有一笔了嗷 赵玄黄挥了挥手 中断了直播 为什么 他站在五镜中的面前 缓缓地问道 是因为你心中有怨气吗 五镜中淡淡地道 这些年过去 我也没什么怨气了 我只是很认同 齐家祖上留下来的那一句话 所以 也就做了一些我该做的事 以赵玄黄的城府 在这一刻都险些破防 他牙齿咬紧 唇角甚至渗出了一缕鲜血来 你就不想再登顶一次 那是何等的风光 何等的荣耀 你就这样将之放弃 甚至 与我们为敌 五镜中嘲弄地看了他一眼 说到我从不去破坏规则 我是手续之人 你要记住 人类之所以能向着文明不断迈进 正是因为 有那些是权力如粪土的人 不断涌现 我碌碌无为了一生 所以 想在最后跟上 拿到先贤的步伐 说完这话之后 五镜中扭头就走 再懒得与赵玄黄多说一句 道不同 不相为谋 哈哈 五老啊五老 你瞒得我们好辛苦 我最近可是一直提心吊胆呢 林步走了上去 对着五镜中说道 不是我要瞒的 是赵思青让我瞒的 你们自己找他 五镜中平静地说道 众人脸色都是不由一变 尤其是赵家一方 听到这话之后 内心当中更是憋悶难受 赵思青可是赵家之人 嫡系血脉 偏偏脑后生出 偌大一团反骨来 处处与他们作对 甚至想要将他们打落凡尘 五镜中道 古今多少事 都复孝坛中 我已经做了自己可以做的 接下来 就看你们了 革命尚未成功 朱军仍需努力啊 嘿 老五 你他娘的 还真是个人才 这说话水平 就是高啊 九亨跳出来 伸手拍在五镜中的肩膀上 有多高 五镜中不由问道 反正比七老六 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九亨哈哈笑道 听到两人的对话 副派众人 也都是不由跟着大笑起来 屋内顿时充斥起快活的空气来 五镜中的失控 对于赵玄黄来说 那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 在此之前 他已派赵明律到五家 去谈妥了条件 那是一个在他看来 无论是谁都无法拒绝的诱惑 可偏偏 五镜中将之示弱粪土 就这样摆了他们一道 这本是一场 能够狠狠挫败富派的大会 结果 却是他们 照拍搬起石头 来砸了自己的脚 各大家族伟派而来的大佬 都是面色铁青 他们合力捧起五镜中 却被五镜中转过头来 甩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简直痛入骨髓 让人窒息 他们感觉自己 仿佛一群小丑 表演了一出拙劣的马戏 取悦了对手 甚至为全国人民所笑话 五老 之前是我错怪你了 等事情结束之后 一定上门赴金请罪 我家里藏了好几瓶好酒 回头带到五老府上 向你赔罪 五老大义 我等自愧不如 面对如此利益 能够不改初心 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我国能有五老这样的人 实在是一种大福气啊 副派众人 都是对着五镜中连连恭维 进行道歉 这样的反转 也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同时 他们也不由有点心有余悸 毕竟 这么大的局 可都是赵思青安排来的 这女人太恐怖了 她完全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却偏偏要以最阴险的手段 将对手置于死地 以后 万万不能得罪了她 赵思青毕竟是一个能被威廉切斯特这位米国人都熟知的存在 而且曾与其不语 一同将帝都搞得乌烟瘴气 沉寂这十几年来 多少让人有些忘却了她 但这一出手 却几乎都是王诈 就连武镜中 都甘愿听她的安排 一同坐局坑杀赵家 可想而知 有多恐怖了 武镜中收获了无数的一美之词 只不过 她并不在意这些 反观另外的一方 则是作茧自负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阵营当中一片沉默于死寂 就连赵玄黄 也都有些乱了阵脚 大家将目光落到了赵玄黄的身上 终于是忍不住问道 赵先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武镜中 为什么会反水 赵玄黄脸色难看无比 他沉生到我许诺了武镜中极大的利益 可最后 还是没有料到 他居然会不为所动 甚至刻意埋伏 你许诺了什么 赵玄黄冷冷到再给他八年 这话一出 这个阵营更加沉默了 他们感觉到震惊与可怕 震惊的是 居然有人能为如此利益不为所动 而感觉到可怕的是 对手都是一群这样的疯子 那他们还有胜算吗 第2338章 幽烈 赵玄黄给予武镜中的承诺 让人感觉到震惊 而武镜中所做出来的决断 更让人感觉到可怕 面对如此利益 他却能微然不动 这得是怎样的心性 才能办得到的事情 更可怕的是 那个阵营不单单只有一个 像武镜中这样的人 而是有着好多个 赵玄黄深深吸了口气 也感觉到了一种无力 当这样的颇天利益 都发打动一个人的时候 可想而知 会让一直奉行利益之上的他们 受到多大的打击 在这一刻 赵玄黄开始发现 局势已经逐渐超出了自己的掌控了 必须要做出回应来 否则的话 人心可能会散 赵玄黄心中暗想 武镜中的倒戈一击 让他们这些 像要把持权力的守旧派 如遭大棒 一个个都呆若目击 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是好 富派来势汹汹 俨然已经有了不可阻挡之事 当初 你若不算记录战龙 何至于如此 内讧出现了 谢泽阳黑着脸 指责起了赵玄黄来 不错 逼死陆战龙 绝对是最臭的一步棋 现在局势崩坏 你难辞其咎 又有王家的大佬站出来发声 与其深沉 赵玄黄冷冷地道 只是输了一局而已 你们就惶惶不可终日 开始分锅了是吗 赵玄黄也承认 陆战龙之死 的确是他此生最大的失误 因为他也无法想象 一个手握重拳的人 会有如此决然的心态 会对死亡视之如此慷慨 而陆战龙的死 也间接与直接影响到了 很大一批人 甚至让一些中立派 都倒向了副派一方 自那一步走错以来 赵家似乎一直在输 仿佛冥冥之中 有什么冤魂厉鬼在讨债一般 谢泽阳沉生到现在 可不是输了一局这么简单 副派已然占据优势 再加上武进中这反戈一击 我们将全面进入烈士 赵玄黄淡淡道 所以 我们更要团结起来 将彼此的力量都结合在一起 才能反败为胜 这个时候 可不是问责分锅的时候 到时候 大势席卷下来 没有一个人能够独善其身 三言两语之下 赵玄黄已经稳住了局面 他看上去 虽然显得非常的淡定 但实际上 也有些头疼 觉得非常的棘手 看来 只能让玄冥与我那外甥一战了 赵玄黄难难道 非到万不得已的局面 他是不愿意动用这种简单直接的方式 来解决的 因为这样会显得他已经没有了办法 魔都这场商业大战可不能输 否则的话 这个团体 也将如同北方的那庞然大国一样 分崩离析 赵玄黄心中有了一些良意 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但是却无法把握得住 这场花费了赵派极大能量推动的大会 最后非但没有起到他们想要的效果 反而是起了反作用 这让他们感觉到了无比的挫败 武镜中的那短短几句话 字数虽少 但宛如惊雷 有震聋发聩的效果 让哪怕是一些秉承着事不关己的态度之人 都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滋味 尚在新联邦的齐等弦 也时刻关注着这边的动向 他看到电视直播上武镜中登台 然后说了那样一番话 也是不由震惊了 武镜中一向给人一种求吻 并且谦和的姿态 但他抓住了这次讲话的机会 是真敢说啊 区区两句话 便杀人诛心 道破了权力的本质 这一场直播 关注着的人有很多 武镜中的话 甚至在全球范围内都起到了作用 哪怕是国外一些不知道他的人 都支持他的讲话 因为 政府的存在 本就是如此 应当服务于人 他们甚至要求自己国家的政府 多项武镜中学习 野蛮不可取 这就是大势所趋 无老 算是在以后的历史书上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当然 前提是好人胜利 坏人失败 沉于认真道 得道者多注 好人当然会胜利 坏人 就算短暂获得胜利 他的一生也绝对不会愉快 只能活在胆战心惊之中 惶惶不可终日 齐等贤平静地说道 沉于不由问道 你是不是要回国 去与赵玄明会一会了 齐等贤点了点头 显然 这是必然的一战 也是无可避开的一战 当然了 我也一直在期待着这样的一战 沉于说道可我听说了 他已经过了天地人三劫 而你还没有 这样的一战 你有把握吗 齐等贤笑道 我自然认为自己不可能输的 但若从实际出发 这样的一战 谁又能说得准呢 哪怕是你让我祖上复生 也未必敢说 就一定能够打死赵玄明吧 沉于翻起白眼来 恼火道 那你还让两位天师相助 搞出了一个这样强大的对手出来 我看 你就是做死 齐等贤道 你不是练武的人 你不懂 武道之路 如果没有一个值得你去回味一生的对手的话 会太寂寞的 我在担惊的时候 给我留下无穷回味的人 当属红天都这位盖世枭雄 在剑神时候 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 自然是与克拉克在蓬莱 背负了国运的一战 而金刚不坏这个境界 理所当然是赵玄明 也只有赵玄明 沉于听着 虽然他不是习武之人 但好在他聪明 也就逐渐明白了 齐等贤的这种心境 好吧 我支持你 沉于耸了耸肩 不过 你要是输了 那这革命之路 可就将变得无比的漫长与莫测了 所以 我不可能输 不是吗 齐等贤哈哈一笑 轻声回应道 是不能输 沉于道 就是不可能 因为 很多人都想我赢 这么多人的力量支持着我 老天爷来了 都要抖三抖 人定胜天哪 齐等贤拍了拍沉于的肩膀 纠正道 沉于淡淡道 我就在南洋等着你的好消息好了 到时候 记得让赵姨来我那待三个月 这可是说好了的 齐等贤说到好的 沉大小姐 同一时间 托卡列夫斯基旗下的银行 遭到了疯狂的挤兑 也不知道是谁放出的消息 说是新联邦成立之后 雪国的货币又要加速贬值 于是 一时间 雪国的老百姓都疯狂涌入银行取钱 而托卡列夫斯基的银行 受到了特别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